其实我们中国品牌在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 必须要研究和考虑一个全球化市场的问题 因为全球的市场大概9000万 而中国大概3000万 其实我们也仅仅是全球市场的三分之一 还有三分之二的市场的话 其实是对于中国企业来说 中国品牌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企业都纷纷地 在向海外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去出口 所以也是基于这么一个机遇 当然同时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品牌 它也有责任把先进的东西 去尽快地向全世界的用户去分享 然后就是让全世界的人真正的我们向着一个就是人类共同体制的方向去打造 所以长安来为此呢就是我们专门制定了海纳百分之九 四个一的目标 就是未来到2030年我们会在海外的投资超过100亿美金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销量在海外要突破就是120万件 另外就是这个什么我们海外的这个员工要新增1万 这正好又和长安的大战员打造世界一流这么一个目标 相吻合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战略目标 为此呢就是要实现这个目标了 长安就是把海外那么进行到一个全球化的布局 我们叫1加5加2这么一个布局 一嘛当时我们中国去了那么5呢我们就把这个中东非中南美欧洲还有东南亚啊以及独连体 那么作为我们要去耕耘的就是5个这个市场 这个2呢就是我们要长期研究的两个大市场 一个是这个就是这个北美市场 另一个呢就是这个什么日韩市场 那这两个市场呢我们认为还有很长的路 所以现在是专门就是说进行研究 我们也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原则 因为我们中国企业要走出去 其实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走进去 要真正给当地的国家或者地区 带来新的就是这个生产品 那这样呢可能才是一个就是长远 这个和谐共赢的一个发展 而不是简单的 以一个就是说这个什么出口或者售卖这种方式 所以为此我们常常提出了就是这个什么叫长期主 就是我们一定是到那个国家和地区 就是我们一定是到那个国家和地区 就是基于长期要这里的耕耘 长期发展要做品牌 要做开发 要做客服服务 要做备见等等这一系列叫做这个产业链的发展 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什么叫本地 就本地主义就是我们要用当地的人 当地的员工 当地的资源设施等等 来促进当地的就是这个经济的发展 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什么 也要在当地履行社会责任 其实让当地的就是这个老百姓和政府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公司 这是一个有温度的公司 那这样来促进我们这个品牌的发展 促进我们长远的就是这个发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